這個陳清武棒球場一直是我們南部發展棒球運動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因為它從民國88年啟用到現在有一些整個的一個運作呢 其實當然沒有辦法滿足國際運動賽事 或者是我們國內吃棒賽事的一個需求 所以從去年的全國運動會結束之後呢 我們開始就開始就進行了一連串的一個現場的攀查 我們邀請了很多個這個場觀學的專家到現場場刊有七次 那不僅是這個運動的草坪啊 或者是這個職棒的資深經理人呢 甚至運動設施的專家來針對這個場館進行一個診斷 那也提出呢這整個的一個未來運作的一個三大願景 第一個我們希望它成為一個東亞的一個棒球的一個春訓的重鎮 那第二個呢我們希望在養護管理呢是一個從專業的角度 這三個其實是希望能夠保存喔 我們一個高雄的一個棒球運動發展故事的根據地 那也是成為一個棒球文創產業的典範 那同時呢在整修的一個主軸呢有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讓球員呢能夠放心打球 那第二個呢能夠讓觀眾呢開心看球 第三個很重要的是讓有意願投資的廠商呢能夠安心投資 在國內的這個職棒賽是喔大概從三月份 可能三月底開始 一直到所謂的一個九月底呢是一個例行賽的一個期間 那它的季後賽大概從十月中開始到四月底結束 那事實上那個所謂的一個春訓產業的發展 是因為在南台灣喔有一個隔天獨厚的一個氣候 職棒球團喔都會到高雄屏東進行春訓 它的時間呢很多是從十二月份到隔年二月 所以其實是讓我們的球場有一個充分的一個使用 會不會有一個的 alguém degener感覺是一個人的設計 然後我們要讀點 但是我們要讀大選擇